好 把事件转向来关注美国 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市中心移动建筑 1号发生了四级火警 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 根据外媒消息报道 在当地时间的1号上午10点左右 位于水牛城居院区的一座商业大楼发生了火警 多名消防员抵达了事故现场不久 这个起火的建筑便发生了结构性的倒塌 有一名消防员被困其中随后身亡 我们从活灾现场的视频还可以看到 起火的建筑冒出了滚滚浓烟 有两名消防员在试图灭火时 被突然发生的爆炸冲击波给击倒在地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详查当中